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于施有天下 而不于冤 这一章的问题不只是剧斗而已 顺接受谣散让天下 于是受顺散让 这一章说顺于的有天下 并没有说谣有天下 只曰 唯唯夫 唯唯夫 伟大到极处了 顺于之有天下 什么伟大 顺原来没有天下 天下是谣所给的 所以顺有天下是很伟大 于原来也没有天下 而是顺所给的天下 所以于的有天下也很伟大 即解说 这个论语即解说 每顺于也 言己不予求天下而得之 唯唯高大之称 而不予焉 只供曰 夫子温良 功 俭当 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亦夫人之求之于 这一章的于 注解说不予求 这种讲法很好 若解释作无为 垂拱而至便不合适 否则下面有一章经文 赞叹姚说 范夫其有文章 要怎么讲 在试看以后的数章 以及从前说 乌玛奇的中日忙碌等 对对 就可以劣直一些了 顺于二人接受天下 没有存得天下的心 也没有参理得天下的计划 心中没有这些事 得了天下并不在意 因为心不在词 是能送来的 大家没有学过文言文 害处很大 如今立法院又提写字方向 要从左至右 可见以后更难了 那么这是讲台湾在写入老人那个时候 就有提出这个写字从左至右 这个就很难了 好 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